过年必备,万能占料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按屏幕上的配笔加入调料 油烧到筷子冒泡 放凉30秒 一定要分两次到 中间隔个几秒钟 最后加一小醋 稀释辣度的同时 可以更好地激发辣椒的香气 今年我团了很多理香果的饺子 大虾型的泡沫箱和保温袋 保证收到时不会影响精挑细选出来食材的口感 有鸡丝松龙,韭菜干贝 还有纯正黑猪肉制成的虾仁三鲜角,白菜角 我最喜欢鸡丝松龙和韭菜干贝的 可可都是真材实料 里面真的有大颗松龙和干贝哦 劲到食猪,怎么吃都没有素动味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只有一年,走过一片世界海 只为雨沉醉的爱 远过去游散,今夜风团圆 试试看今天做的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茄汁焖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酸糯可以多加一点 和茄子的味道超级大 我想把日子做成一碗面 你来切菜,我来下面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记得要做好笔记 等带茄子和番茄炒软 就可以加入清水了 在汤汁煮沸之后 拿一个碗,先舀出一点汤汁 放入面条,等面条煮熟 把之前舀出来的汤汁倒回去 元气满满,可以少关你一天疲惫的茄汁焖面 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尝尝看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照烧培根卷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醬料是好吃的关键 有需要的可以收拆一下 还是那句话 好吃的要装进胃里 喜欢的要放在心上 搓成这样的小圆柱 用培根卷起来 记得要滚着煎,把每个角落都煎熟 最后撒上点芝麻 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发现我的粉丝都好爱自己的女朋友 天气一干燥就来问我 有什么适合女朋友喝的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木瓜炖奶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拿出小电锅 大卤切好的木瓜丁 红枣冰糖 清水没过食材 冻个十分钟 等水滚了之后 加入牛奶 一勺勾计 在这干燥的季节里 快做给爱美的她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酸辣毛豆 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 记得加一勺油,加一点盐 不出来的颜色才会鲜艳 何以解忧,唯有毛豆也 来调个灵魂酱料 用油滋一下,香气滋味 今天配料表有一点长 记得要截图保存 可以放进冰箱冰镇一下 和喜欢的人配点小酒聊聊天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我家的肥牛都用来炒饭了 快来你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黄油来炒饭真的太香了 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黑胡椒,盐 翻炒均匀 黄油的奶香味特别的突出 香,但是又不腻 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的肥牛炒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我家的肥牛都用来炒饭了 快来你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黄油来炒饭真的太香了 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黑胡椒,盐 翻炒均匀 黄油的奶香味特别的突出 香,但是又不腻 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的肥牛炒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我家的肥牛都用来炒饭了 快来你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黄油来炒饭真的太香了 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黑胡椒,盐 翻炒均匀 黄油的奶香味特别的突出 香,但是又不腻 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的肥牛炒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等下的饭你要吃两碗哦 今天是男朋友要吃的海鲜烩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先下土豆和番茄,把番茄炒软 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番茄酱 然后倒入虾仁 等虾仁变色,倒入清水 米饭散开后,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 番茄的浓郁全部融入到了米饭里 不仅暖胃,还暖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等下的饭你要吃两碗哦 今天是男朋友要吃的海鲜烩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先下土豆和番茄,把番茄炒软 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番茄酱 然后倒入虾仁 等虾仁变色,倒入清水 米饭散开后,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 番茄的浓郁全部融入到了米饭里 不仅暖胃,还暖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等下的饭你要吃两碗哦 今天是男朋友要吃的海鲜烩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先下土豆和番茄,把番茄炒软 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番茄酱 然后倒入虾仁 等虾仁变色,倒入清水 米饭散开后,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 番茄的浓郁全部融入到了米饭里 不仅暖胃,还暖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余生,我想做两件事 便能更优秀和做饭给你吃 今天是,男朋友要掉下的皇冠煎饼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第一动手哦 陪伴看屏幕,有需要的记得截图 要注意的是淀粉的比例 加多了,容易外面的糊了 里面还没输 把调好的糊平铺上去 这道菜唯一的难点就是 翻面,教你们的小技巧 先倒在盘子上 把锅倒扣过来 翻面,这样就不容易散了 均匀的分上八份,且多了容易吃不完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酥肉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姜末和料酒可是好东西 可以帮助去除腥味 最关键的炸衣配方 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记得要做好笔记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 炸肉的时候一点点下 避免黏在一起 等油温升高,再复炸一分钟 吃火锅时,必点的炸酥肉 就完成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吃粉丝哦 快啦,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炸开花的粉丝捏碎 这个过程超级解压 小鲁最喜欢吃的坚果或者果干 水,白糖,麦芽糖的比例打在屏幕上了 熬到冒起大量的小气泡 倒入碾碎的粉丝 找个模具铺上油纸 用擀面杖压瓶 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有多酥脆了 一个接一个,完全都停不下来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